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,我糖尿病19年了,就是喝酒喝出来,过去的工作也好啊,好喝也好,喝酒喝出来。 我就感觉糖尿病不可怕,可怕的是什么呢?它的并发症。 我这19年我是打药树,我还留点小药,身体没劲儿,没有力气。 在近几个月呢,就是雅年了,就是有点啥,有点模糊,晕,头还有点悬晕。 我喝完这个水,喷完以后,浑身有精气神了,不晕了。 我有啥颈椎和腰椎应该都不好,春天打完酱,来这没事打完酱,非常累。 哎,打完酱那个东西做的就是我喝完水,以后呢,就浑身有劲儿了。 糖尿病就是挺可怕的一个东西。 我没喝之前呢,我就量了一下我血糖,我是打胰岛素又吃药。 我喝水第二天,我量是8.8,三天以后降到7.7,你看这都报了号。 喝了五天我量是6.3。 就不能帮我来的,不过这个试图,不过这个试图。 谢谢大家